2013年春扬州 隋阳地墓的好比发掘 引起了诗人的关注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纪录片 隋阳地墓争论与真相上级 在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古城扬州从未正式做过都城 但是文献记载 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 而又颇具争议的帝王隋阳帝杨广 却葬在了这里 这位国破身亡的皇帝 既有开凿大运河 设立科技制度这样的伟大创举 也给后人留下了交涉淫逸 浩大喜功的先古骂名 一千四百年来 除了文献记载的几个地域之外 隋阳帝到底葬在扬州的什么地方 人们无从得知 历代文人学者都试图解开这个谜案 直到清嘉庆十二年 即公元一八零七年 阳州大路短年认定隋阳帝林在今天阳州市本面的寒江区 怀四镇怀二村 如今它是江苏省文宝单位 二百多年来 世人都把这里当作隋阳帝的陵墓家里纪念 2013年的春天 距离怀四隋阳帝林大约五公里的西湖镇草庄 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工地上 两座专室墓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不过随着考古人员的现场清理 竟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四月的一天 阳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宣布这两座古墓中的一号墓 正是隋阳帝的陵墓 这个尘封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遗案 会不会真相大白呢 2013年4月14日下午 阳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在阳州市寒江区西湖镇曹庄某房地产开发工地上 发现了两座专室墓 考古人员根据出土物证 认定这两座古墓中的一号墓 是隋代第二位皇帝隋阳帝阳广的名情 四门九八层五点八八 有墓设有耳术和墓道三部份组成 十月十号我们在一号墓打开了墓子 墓子上显现出来 这个隋固阳帝墓子 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字录出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考古队员 可以说是一阵的惊喜 这是打开墓子的第一个心情 接下来又是什么 可以说又是忐忑 四阳帝墓真的被我们发出来了 怎么办 一号墓出土的墓子 质地为石灰岩 因为年代久远 加之长期浸泡在水中 大部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无法辨认 值得庆幸的是 在墓子的右上角 最重要的信息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上面清楚的写着 隋固阳帝墓志 墓志名文记载 墓主去世时间为大业十四年 帝封于扬州 于流珠塘 清楚的写明了隋阳帝阳广死亡的时间 出葬的地点 这些都与史书的记载完全对应 一号墓由墓室 耳室和永道组成 由于坍塌比较严重 考古队员在清理的同时 又进行了加固 一边加固 一边清理 除了墓志 在一号墓中出土的 还有两组高等级的纹路 其中有一件十三环叠蟹带 堪称西式珍宝 并且是金香玉 据记载 唐带铁蟹带上的带板 有玉 锡 金 银 铜 铁 铁等多种质地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等级 玉带属于最高等级 另一组文物叫铺首 相传铺首是龙的九子之一 警惕性极高 所以古人用来装饰大门 还有类似于门把手的作用 这次出土的铺首为 刘金铜铺首 直径达26亿米 规格很高 2013年9月 在对一号墓西尔市的清理过程中 又出现了大量的陶涌 有文官涌 武士涌 骑马涌等高规格随葬品 这些人物陶涌 工艺精湛 形态更易 栩栩无声 令人叹为观止 在一号墓的后期发掘中 从墓室中 还找到了两颗牙齿 一颗是上核第三旧尺 一颗是下核第二旧尺 通过体制人类学的鉴定 它们属于同一个体 从魔耗的程度看 可以确定牙齿主人的年龄 在50岁左右 至于史书记载 隋阳帝死亡的年龄是 一号墓确定它为 隋阳帝 一个是 以明确的文字形成 墓字 隋阳帝 第二个是 十三环 十三叠蟹的 这个 鲸鱼带 因为这个 这个叠蟹带呢 是流行在 这个北州的 这个北方地区 十三环 十三叠蟹 是最高规矩 是帝王用的 目前为止 除了 孝武帝的墓里面 出土了 一件之外 那么我们这个 十三叠蟹墓呢 是唯一保证 最完整的 叠蟹 金鱼带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证据 那么 一号墓里面的 这个铜铺手 是一件 铜铺手的 这个 通物体是 溜金的 这净 这净 收面 这净 达到 二十六厘米 这个 大明公 椅子里面 也出土了 一件 通物铺手 这净也是 二十六厘米 那么这 这件东西 显然 不是一般 老板用的 是 宫廷的用物 而且一号墓里面 出土了 两颗牙齿 经鉴定 年龄 四载 五十岁左右 那么 这几个 证据形成了 完整的证据量 一号墓 就是 四岁洋底 在这些 出土物证中 证明 墓主身份 最有力的证据 是墓制 但墓制上 残存的字迹 引起了一些 专家学者的 质疑 这些质疑 让人们 对墓制 进而 对鉴定结论 也产生了 怀疑 有扬州 地方学者表示 墓制名中的 随字 显得有些 可疑 扬州当年 被封为 随国公 所用的字 确为随字 但阳间建国以后 觉得该字 带有 走之偏旁 不提醒 不将国号改为 去掉 走之偏旁的随字 致随阳帝被杀 随字 已经使用 三十亿年 随字的用法 在出唐 在一些 背地上 都会有些出现 最著名的 这个 九成功的 欧阳群 征冠六年写的 随忍兽工 随字也是 带走自己的 这个是最著名的 背帖 其他的背帖 都有什么 这个 唐高宗的 这个 李卫公的背帖 上面都有 这个随的用法 还有一种质疑 来自于 木制上的年号 因为公元618年的年号 比较复杂 现在有几个年代是重要的呢 一个就是大业十四年 公元618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因为李渊在北方起兵以后呢 他为了夺天下 已经拥立了 杨广的孙子杨幼 作为新皇帝 叫做公帝 那么到618年呢 也就是102年 同年 就是帮十阳帝 被杀掉以后呢 那么 李渊取而代之 让杨幼 善让 把皇位给他 他自己 立的年号 叫武德 所以618年 可以有三个年号 一个就是 大业十四年 一个就是 一年 二年 再一个就是 武德 元年 有知名作家提出疑问 称 大业十三年 李渊 拥立隋公帝登基 姚尊杨广为太上皇 改元一名 四年杨广死后 是杨 不可能还用大业年号 就算不输 武德元年 起码得写 一名二年 这质疑 引发了 大量网友的讨论 那么年号的问题呢 就是说呢 当然一般的这个 这样的年号 是被允许用的 因为唐代云一年号 但是我们 在出土的一些墓字当中 仍然找到了 这样的证据 你比如这位 洛阳出土的 一个王德贝的墓字 他是曾光十八年 后来跟他写的 他也写了 与大业十四年 什么什么的组 这个不是孤立 就是说 我们在其他的问题上 都会找到证据 来自各界的关心和质疑 对考古队是一种颠测 需要更科学规范的考古 更细致严谨的考证 按照国家的规定 地龄是不允许挖调的 但隋阳帝墓 是在配合基本建设当中 偶然发现的 且隋阳帝当时死于非命 更是以废帝之灵草草下葬 所以国家文物局 同意继续对隋阳帝墓 进行考古 随后由南京博物院 和扬州市考古所 成立联合考古队 并重新编报了详细的考古方案 我们提出来 就是说 一定要按照高标准的要求 来发掘 高规格 高标准的要求 首先把外围 刚才我讲外围怎么清理 这是一块 整个这个土堆是怎么堆的 这个陵园有没有 究竟怎么造的 这个墓葬构成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墓葬里面要清理的话 那就是说 每一层都要做层做层的 最完整的制度 不光是文字的制度 照片的制度 还有我们现在最先进的 这个全战仪和三维扫描仪 能复原 随后考古队员 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 田野操作规程 对一号墓的周边 也进行了钻探 并发现了一些迹象 对于勘探出来的部分 疑似墓葬 夯土 沟槽 水塘等等 做了视觉 最后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 在十二万平方米的工作范围之内 暂时还没有发现 与之相应的银言和记 因此 目前能够得到的结论是 曹庄隋唐 是隋阳帝洋骨和藏帝 但是尚不能确定 这里是隋阳帝 第几次改藏的地点 因为文献记载隋阳帝 前后改藏了多次 看来 谜题的解开 还需要考古队员 进一步发现新的证据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曹庄隋阳帝洪的真伪问题 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 这个能征善战的皇帝 为什么会死在揚州 他在揚州 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在曹庄隋阳帝洪 发现之前 扬州早就有了一个隋阳帝灵 那么 这次考古发掘出来的隋阳帝墓 和旧的隋阳帝灵 到底是什么关系 更令人疑惑的是 据史料记载 隋阳帝在扬州的灵墓 绝不是只有一个 要是都找行了 或许有三个之多 那么 为什么隋阳帝死后 会在揚州 有这么多的灵性 这一切的源头 还得从隋阳帝之死说起 隋阳帝洪广 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 仁寿四年 即公元六零四年继位 四年改元大业 在位时间共计十四年 隋阳帝在历史上 从来极富争议 包扬他的人 说他寻途大略 开凿大运河 修建洛阳城 创立科举制作 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猛力 他西巡青海干肆 是中原皇帝中 向西走的最远的 是一位对后世 影响深远的明君 而贬义他的人 说他娇奢隐义 滥用名利 是一个十足的昏君暴君 特别是各种 关于他荒原奢侈 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 西巡戈壁 北出草原的隋阳帝 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 却只能窝居在他一生 钟爱的扬州 大业十四年 即公元六一八年 三征高丽失败后 各地起义 风小云云 大随帝国遥遥留住 隋阳帝的禁卫部队 号称萧谷 这些人多数是关中人 他们听说关中有乱 人人都想回家 加上传言说 皇帝要杀进北方人 和南方人 常驻江城 于是军官们 规取语伦话题为首领 发动兵兵 公元六一八年 农历三月十一日 汉军冲入江珠宫 用一条带子 勒死隋阳帝 关于隋阳帝之死 隋书地计四场说 销五作乱 入侵宫位 上崩于温室 十年十 销后令工人 撤床溃被关 来之 这里是扬州市的 观音禅寺 曾是隋公城的角落 相传隋阳帝所建的行宫 江珠宫就在这一带 史书上说 当年隋阳帝死后 就临时葬在了 江珠宫的刘珠堂下 因此刘珠堂 应该就在今天的 观音山附近 可怜叱咤 翁云的一代天子 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 也没有用上 由他的皇后 萧后和宫里的人 拆床板 做了一个小棺材 偷偷地埋了 很快 不久以后 这个一文化吉 带着兵北上走了 把他的隋阳第一个 爱将陈林 留在江都留守 那么他就把 隋阳帝又改葬了一次 这个葬在吴公台 关于隋阳帝 二次迁葬这段史实 资质通鉴中这样写道 武德元年八月 即公元六一八年 在隋阳帝死后五个月 隋江都太守陈棱 求得阳帝之旧 取语文化吉所留 碾露鼓吹 粗辈天子一味 改葬于江都宫西 吴公台下 那么吴公台呢 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军事设施 它是 这是一个 我们扬州城北边 在蜀港上的一个高台 那么这个是一个 很显然 是一个点 很具体的 至于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么还需要考古发现 那么他牵挡的地点 就在这个吴公台旁边 大唐统一江南以后 国事安定 因为唐高祖李渊和隋阳帝阳广 本来是仪表兄弟的关系 两人的母亲是亲姐妹 因此唐高祖李渊 曾两次发布诏书 对隋阳帝进行改葬 第三次是在 武德五年 唐军平定江南以后 那么又把隋阳帝呢 改葬了一下 这次是葬在雷堂 那么在第三次改葬后 隋阳帝墓的位置 固定在了雷堂 之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关线索是 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即公元六四七年 隋阳帝死后 二十九年 这一年 曾经安葬隋阳帝的 萧皇后去世了 唐太宗李世民 为表示对萧皇后的尊重 不仅下诏恢复她的皇后位号 还按理制 准备了陪葬片 又专门派了一个 三品官员护葬 千里迢迢把萧皇后的遗体 从长安运送到江都 与隋阳帝阳广 也就是说 根据文献记载 隋阳帝在扬州 应该有至少三处葬地 分别是 刘珠堂 吴公海 和雷堂 那么 人们不禁要问 这次考古发掘出的墓葬 到底是其中的 哪一个隋阳帝墓呢 杨州古城 必经千年风雨 隋阳帝墓到底在这座城市的什么位置呢 一直是文人雅士们议论不休的话题 在各种考证中 最有名的 当属清代阮员所做的考证 阮员 自伯园 浩 云台 扬州等地人 乾隆五十四年 考证进士 由于阮员在乾隆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两次在汉林院大考中 取得一等第一名 受到乾隆皇帝召见 乾隆曾说 不宜镇八旬外 获得一名 曾得到乾隆特别器重的软人 后来官至梁广 云贵总督 体人阁大学士 在当时 他更以学术水平 天下文明 是清代著名学术思潮 前家学派的 代表人 阮员研究起隋阳地名 是世出偶然 嘉庆十年 阮员之父 阮成信定士 阮员从浙江巡府任上辞官 回乡首相三年 第二年 因为阮氏的木奴在雷塘 阮员的书画上 开始署名雷塘安主 并自刻了雷塘安主的小印 雷塘这个地名 别人不敏感 可对于一代大学问家阮员来说 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地名 关系着历史上最富争议的皇帝 隋阳地的中藏之谜 于是阮员在署名雷塘安主一年之后 开始了他对隋阳地墓的考证 阮员在他的《严经事集》中写道 明代嘉靖年间的唯阳制图中 在地名雷塘的北面画了一道墓碑 碑刻隋阳地名四字 阮员觉得时间过得不太久远 不应迷失 乃问之城中人 绝无知之者 这个阮员就为了这个事情 访问了阳头城里面 好多好多的多数人 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 后来他到了城北 遇到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岁数比较大了 就告诉这个阮员 说告诉一件事情 说我小时候 在淮市这一带放牛 有一次我在前面走的时候 我就跟着牛走 就发现地下有一个洞穴 然后我就进了这个洞穴 进去好深以后 就发现洞穴里面有一扇铁门 当时我比较害怕 我就没有敢打开这个铁门 这件事引起了阮员很大的进去 阮员对那个老农说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 他们到了那里 发现灵地约胜四五亩 多重藏者 灵土高七八尺 周回二三亩许 让人根据农民的这个可说 又根据当地的地名的这种提示 你根据文献的一些记载 他自己古记这个地方 很可能 就是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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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的这个所在 于是他想这个办法 因为现在一看不出来 是一个坟墓了 他就住在那个地方 就要村子里的农民 每人都挑一段土来 都要这个地方 每一个农民挑了一段土 就给他一米从前 这样很多农民就挑土来 挑了好几天 结果呢 一个很高大的这个土壤啊 就出现了 之后阮源在墓前竖了一道石碑 邀请当时的著名书法家 一炳壽 提写了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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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所以从那时候起 我们阮路人认为呢 隋阳地零啊 就在哪里 由此看来 阮源并没有找到 真正能证明隋阳地墓的铁证 所以要想回答 这次考古八角的墓葬 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个隋阳地墓 这还得从古代扬州的地理方面 去寻找答案 雷唐现在比较麻烦 雷唐我看到一个明代的地图 雷唐还不是标志在 标志在另外一个地方 和现在我们说的 隋阳地墓的雷唐还不是一个地方 雷唐在我们扬州 汉南就有 有上中下三雷唐 就准确的点 就是现在没办法来确认 因为雷唐实际上不是一个点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 现在雷唐的地名 是在我们应该是在唐紫城西花门 一直向北有雷唐的 什么有雷唐川 有雷唐祖 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地名 按照地形来说 科学的界定 应该这个区域都可以叫雷唐 隋阳地雷和最新考古发掘出的隋阳地墓 相距有五公里 但奇怪的是 这两个地方都可能属于古代大雷唐的范围 而且此次考古发现的隋阳地墓 正处在蜀岗北人 相传 吴宫台就位于隋宫城西侧蜀岗之上 所以新发现的隋阳地墓 在地上既可以属于雷唐 也可以属于吴宫台 所以仅凭地名还是难以分辨 关于新发现隋阳地墓的争论 民间有一种说法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这种看法认为 堂堂大堂皇帝安葬自家的表叔 怎么也应该气派些 现在出土的这个墓太小 太寒酸 所以应该是陈棱安葬旧主石挖的 这种说法甚至还以考古发掘中 没有挖到隋阳地尸骨和关骨 是后来被牵走了的原因作为佐证 但考古学者从专业角度 又提出了不同看法 判断隋阳地墓规模到底小不小 考古专家认为应当从墓葬规制和时代特点入手 而且也要考虑下葬地点的具体环境 对于隋带墓葬来说 2005年在陕西同关税村发现了一座隋带壁画墓 这是我国之前发掘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隋带墓葬 拿隋阳地墓和这个墓相比 从规模上看 差距的确很大 同关税村隋带壁画墓 它的发现 纯属一个意外 它是因为被盗而发现的 我顺着那个绳子 下到墓室里面 抬头看 可以看到墓室顶部的天象图的壁画 非常精彩 非常震撼的壁画 后来经过历时一年的整理 发现这是一座坐北朝南 墓长63.8米 墓深16.6米的大型隋带墓葬 墓内的斜坡墓道长达21米 宽2.3米 这样的墓道长度和宽度 标志这座墓葬有着相当高的规格等级 它就有七个过洞 六个天井 过洞和天井所代表的 它在墓葬里面所代表的意义 现在据专家的研究 它是墓祖人生前的 代表墓祖人生前所居住的院落 过洞和天井的数量越多 墓葬的级别是越高 走过层层的过洞 天井在涌道的尽头 一座将近六米见方的墓室出现了 一具制作精美的大型花墙石棺放在墓室的中央 而在墓的东西两地上绘满大型壁画 这表示的是墓主人出行的仪仗 仪仗队共有七组人物 每一组六到八人 有的人手里拿的是不张弦的弓 有的人手里拿着遗刀 还有千玛的退市 在对列的最后是列戟图 列戟架也是体现墓主身份的重要标志 在同关税村的随带墓里 列戟架上左右各有九杆戟 一共是十八杆 这个文献记载是非常清楚的 太子东宫门是七组十八杆 如果是皇帝的宫殿门外 它是二十四杆列戟 根据列戟的数量 很容易知道陕西同关税村随带壁画墓的墓主人身份 他是一位尊贵的太子 再回头看看随阳帝的墓 相比之下的确差距极为明显 但考古专家又举出了一个法力 当然有人认为他的规模很小 有人认为他的规模还不小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的话 南朝的提武帝呢 他所修建的案例呢 其果呢 他的强盛事实际非常长 他是在最强盛事实际修的案例 他的修建的案例呢 重新量也都是九米多 宽度也都是五米左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这次发现阳帝的规模呢 也算达标啊 并不逊色 专家认为 南方地区由于水位高 墓葬不可能进行深埋 不可能挖上十多米 甚至二十米这样的深度 看来根据墓葬规模 也不能一锤定音 那么还有哪一条 能够帮助我们判断 这座隋阳帝墓的来历呢 正以寒江区的桃谷现场 静悄悄的 这里已经从众人主墓 各路记者分之踏来的热闹景况中 逐渐恢复了银进 可以看到两座墓中西侧墓已经发掘 东侧的还没动工 现在对于判断这是哪座隋阳帝墓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 这就是这次发现的隋阳帝墓 是两座僵阳帝墓 那么这旁边的墓 墓主是谁 这个因素又说明了什么呢 资质通鉴记载 叛军在杀隋阳帝之前 赵王阳岗 嚎痛不已 隋阳帝眼睁睁看着叛军举刀 将自己的爱子斩眼前 血剑玉头 那么陪伴在隋阳帝旁边的墓 会是赵王的吗 还有一个更明显的记载 贞观二十一门 萧皇后去世 唐太宗李世民下旨 将他与隋阳帝合葬在隋阳 这条史料说明 在雷堂的隋阳帝墓 应该是两个人的合葬墓 旁边这个墓呢 有可能是萧皇后 如果这个萧皇后的墓葬发现了以后 确认它是萧皇的话 我想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可以得到迎刃而解 所以说这个萧皇后墓葬发掘的一天 也就是我们这个谜团呢 破解之思 扬州曹庄一号墓的墓主身份 已经确定为隋阳帝 但这座墓究竟是刘珠堂 吴公台 雷堂哪一个 答案依然突朔迷离 隋阳帝在扬州的中藏之地 这个千古之谜仍然淡尽 2013年的夏季 遇上了持续的高温 8月里的烈日游游下 东侧二号墓终于开始挖掘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拨开统层 在国家文物局的调动指挥下 当今先进的考古手段 比如动物考古 植物考古 体制人类学考古 一系列考古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准备实时提取资料 那么曹庄隋唐二号墓的墓主 究竟会是谁呢